大家好 我是Jasmine 普通基金的費用利率一個字就是貴 新舊費 買的時候要交錢 管理費 托管費 基金放在那裏也要交錢 屬回費 賣出的時候又要交錢 這堂我們就好好學習一下基金的費用利率 基金的費用主要分為三大部份 分別是一次性費用 年度運作費用 以及其他費用 一次性的費用是投資人在買買基金的時候 一次性繞交的費用 包括營救費 新舊費 屬回費 轉換費 還有紅利再投資費用等等 新舊費用指的是買基金的時候 按照新舊金額的一定比例收取的費用 根據規定要求開放式基金的新舊費 不能超過5% 目前市面上大部份基金的新舊費 都在1%至2% 新舊費有兩種收費方式 一種是前端收費 一種是後端收費 前端收費就是在買基金的時候提前收取新舊費 而後端收費就是買基金的時候不收費 等到要屬回基金的時候再向你收取費用 現在很多基金公司為了刺激基金銷售 通常都會給予大額新舊的投資者一定優惠 你新舊的金額越多 基金公司給的折扣優惠就會更多 而後端收費一般會隨著你持有基金的時間越長 新舊費就會越便宜 甚至持有滿一年 新舊費可以免除 我們再來看看屬回費用 屬回費用是帶有一定的懲罰性質 因為很多基金希望你更長期持有 這樣你的錢就可以在他的池裡 時間更長 所以非常短期高頻操作的話 它會有一些懲罰性的交易費 如果說你買了買一隻基金 7天之內就賣出 它要收你1.5%的交易費 普通基金是用來做長線投資的 不是用來短炒 所以不用天天看盤 亦不用頻繁換手 另一個不太常見的一次性費用 就是轉換費用 是指在一系列多個基金品種中進行轉換 從而產生的費用 一般指的是在同一間基金公司進行基金轉換 所以如果你想省下買賣基金的手續費用 就可以考慮在同一間基金公司進行基金轉換 這樣就不用屬回原本的基金 然後再在另外一間基金公司 重新新救一隻新基金 這樣一來一回 既要收續回費也要收新救費 而選在同一間基金公司轉換這個基金 只需要收一個轉換費用 手續費就少很多了 說完一次性費用 我們再來看看基金的第二類費用 年度運作費用 年度運作費用雖然不容易察覺 但幾乎每一天都在扣緊 年度運作費用包括管理費、托管費、證券交曆費和其他費用 管理費就是基金經理幫我們管理資金需要收取的服務費 管理費一般都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如果你買的是債券基金管理費就更低了 畢竟債券基金的收益不像股票基金 所以管理費都相應會降低 一般低過百分之一 還有一個費用就是托管費 有些時候你買基金就可以見到的 例如說托管費每年百分之0.25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買基金這個錢你不是直接給基金公司的 萬一基金公司拿錢走路怎麼辦呢? 一般這些錢都是會放在一個托管銀行裡 所以就存在托管費了 托管費是由基金公司代收 最終交給托管銀行 還有一個基金的運作費用就是證券交易費 畢竟基金經理是將投資者的資金 投資到證券市場 證券交易要收取交易費用 所以證券交易費也是基金運作費用的組成部分 而最後一類費用就是基金的其他費用 包括有審計費、律師費、上市費、 信息披露費、分紅手續費 還有持有人、大會費用等等 知道基金的各類費用 我們如何去判斷一隻基金的費用 究竟是高還是低呢? 這個就需要我們結合不同的情況去考慮 畢竟基金的持有期限不同 基金的種類不同 所要面對的費用利率都不同 對於債券基金 因為市面上各個債機之間的收益率差別不是特別大 所以對債機的費用利率要求相對比較高 最好就選擇免一次性費用的債機 年度運作費用也要盡量去選比較低 如果投資的是股票型基金 因為股票型基金收益較高 所以對費用的要求相對沒有那麼高 但也盡量去選擇 年度運作費用相對較低的股票型基金 關於基金的費用就說到這裡了 我們下課再見